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里是安全工具的ABSCAN的第四节 ABSCAN的扫描实例演示 那么我们来通过Page向导来完成一次简单的扫描 我们的目标网站是testisb.wanaweb.com 这是AWS维护的一个 供大家进行扫描的一种展示站点 那么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请勿随意扫描互联网上的中小型企业的网站 先来打开ABSCAN 放载还是比较慢 如果内存大一点是比较好 这里是两个G的 我们来新建一个扫描 就是常规的扫描 这里就是扫描Page向导 这里可以看到本来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ABSCAN的扫描 一个是web设备或者客户机 就是常见的记录带领 最后一个是wsdl的 就是扫描web service的一种方式 这里我们主要是使用ABSCAN的扫描 这里就是起始url就是mobile网站 再步 登录方法就是登录序列 如果大家在这个网站上已经注册了账号密码的话 可以在这边记录一下账号密码 然后它会保存一下登录序列 会扫描的更深入一些 这里我们没有注册就谴责无 这边是测试策略 测试策略我们正常选择是确准值 确准值就是默认值Default 还有其他的一些仅用程序啊 仅记录结构 第三方轻入是危害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在做深入测试的时候 请深重选择 可以跟对方进行交流 是我需要这种策略 这里选择是确准值 下部 这边是如果启动 正常的就是全面的自动扫描 那也可以在稍后扫描 或者是手动启动等等 这边我们有可以看到一个完成 扫描配置上了后 启动扫描专家 扫描专家主要是优化扫描的一些策略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完全扫描配置 这里就是URL服务器就是我们的扫描的网站 登录管理 可以在这边还可以继续 添加一个登录管理 可以看一下排除的路径和文件 主要是哪些的文件 不进行扫描 主要是一些压缩文件 图像文件 CSS或者声音之类的动画 探索的选项 主要是可以看到 有的路径限制 最大的 这边已经够的 是5 就是说可能扫描相同路径的次数 就是扫描5次 这边还可以看到有个总页面限制 这边没有打勾 如果打勾的话 如果扫描超过500页的话 就停次扫描了 参数Cookie之类的 就是一些Cookie之类的 表单的自动填充 如果在Apiscan遇到这些表单 其中有包含这些地址 ADDR等等 参数值的时候 它会自动填充这个值 等等 下面都是一样 这边还可以制定一个出页面 多部抽描是在 就是说Apiscan无法到达的一些页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里启动记录 自己进行一些操作 例如转账 Apiscan肯定是无法完成转账这种功能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记录一下 然后保存 这边还有一个是Glassbox 就是Apiscan的一种新的功能 主要是通过把Glassbox这个代理程序 安装到服务器上 然后再通过这边连接服务器的代理程序 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扫描 在这个你肯定需要有对方的权限 把你的Glassbox就是玻璃盒代理的程序 安装到他们的网站下 这里还有一些是代理之类的 HGB认账等等 反卖测量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确赏值主要是这些 确赏值基本上已经全部勾选了 看一看其他的 其他的有没有勾选 一般都是选择确赏值就可以 这是选项 特权申请等等 还有这边什么专家 可以看到这些他主要是干了一些什么 什么是高级配置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们直接确定 再完成 保存桌面 保存之后 点完成之后 他会跳出扫描专家来进行优化配置 可以看一下 扫描专家正在探索应用程序 收集信息和网络的行为模式 他将分析结果 并对当前的扫描配置做出更改 提高扫描效率 主要是为了扫描效率 可以看一下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开始进行 扫描的扫描的网页了 增加还正在评估中 完成18% 我们现在还等待一下扫描之间的分析结果 结束之后 他们会开始进行一些自动化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 IPU SCAN的大小还是比较大的 将近700兆 所以说他在测试的一些策略方面 肯定是要比AWS的策略要多一点 但是他的速度肯定需要降一点 扫描专家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应用建议 已经开始探索了 探索完成之后 就开始进行一些扫描自动化的测试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因为IPU SCAN的策略还是比较多的 还在探索 探索到一个主站 我们扫描的是这个网站 探索到一个主站 开始分析了 这边允许 刚才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一个 跨站脚本的工具的一些测试 这里可以看一下问题的汇总 这边还在测试中 我们让IPU SCAN 自己自动扫描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已经完成了37% 因为这个网站还是比较小的 小的网站 如果是比较大型的网站 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 所以说我们在正常的测试中 IPU SCAN用的是没有AWS的 用的那么频繁 毕竟大小 比较大测试的时间比较长 来看一看玻璃盒的技术 需要系统的支持 主要是windows的server 2008以上 denius的也是支持的 Earth header ibinix的系统也支持 支持的 121的容器主要是Jboss Werpsphere和Logic 他们开的都一 也是比较支持的 好,这边都有一些 主要是叫大家安装 然后是怎么想要 Page Classbox的扫描 方法都是 已经写好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搭建一个 有路动的网站 然后进行一些通过 Glassbox的这种方式来测试一下 好像现在只支持.NET跟PHP吧 加个平台,点那个平台 那是这两种平台吧 可以看到 点这边问题 可以看到 已经测试出两个 测试注录 一简密的登录请求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敏感信息在洩漏啊 帧数溢出等等 这边分析,我们等到下一节课 这节课的 AppScan的 什么配置 我们就找到这边 这边还让它继续扫描下去 我们下一节课就根据这个问题来讲解下一节课的内容 当然配置向导也是有缺点的 简单的配置是可能无法找到所有网页 如业务逻辑,转账之类的等等的功能点 转账的功能,页面扫描器肯定是无法到达的 或者说 AppScan制造的浏览器是无法打开某些网页的 AppScan是制造了一个浏览器的 好像是类似于Firefox那种 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如WebService的扫描 一开始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下载 之后就可以支持WebService的扫描 还有刚才我说的那种玻璃盒的扫描技术 还有一个记录代理的功能 记录代理的功能可以通过手机来代理 然后手机访问一些网页的时候 它就可以可能记录下来一些操作 就是记录代理的功能 有些网站它只能设定为手机可以访问 或者安卓可以访问,iOS可以访问等等 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 进行测试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